面对当今社会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 小伙伴们是否怀念爸妈那个年代 到处都是绿植的怀旧时光呢 小伙伴们喜欢听夏日的重鸣吗 鱼音缭绕的房子撞伞架 院子里的柿子树现在已不在了 大熊还没来得及赶伤 就被当成了人肉作店 就在一口一个老爸 老爸也当他们是采师大盗 就要把两人当勾打 才理解了两人此行的目的 老爸化身小暖男 带两人来到新战场 慈禧笔伏的重鸣 大熊觉得重鸣社会有希望了 帮人帮到底 老爸又拿出两颗柿子 感谢大熊两次救命之恩 送走了老爸 两人相视而笑 十五的月亮十六元 中秋的月亮最亮元 中秋本是和家村园幸福美满的日子 大熊看着手中的虫子 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还了虫子的自由 因为生命虽小也有家人 两人回到老爸家 正想碰到老爸在准备贡品 只要撒上重鸣之园的花蜜 啥重叫都能变好听 小伙伴们等到都要打人了 大熊两人终于带来了 重鸣盛宴的开场秀 在小伙伴们惊讶的表情中 重鸣生此起彼伏 相撤了整个庭院 这场面 比小夫家的重鸣强太多倍了 小夫如果肯认输 那就不知小夫了 悠扬的重鸣生吸引来了爸妈 吃着柿子听着重鸣赏着月 至于柿子的来源 你们说老爸能猜到吗 本以为这就是美好的大熊 大熊两人闻声而来 正巧碰到小夫满载而归 但事情貌似另有隐情 可当盖子打开的那一刻 小伙伴们能猜到 里面装着什么虫子吗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一本诡异的无字天书 却被小夫解读成 世界末日的预言书 眼看世界变天 大熊小夫二人 又该如何救下小镇众人呢 满天乌云密布 完全打乱了蓝胖子 跟小蜜约会的计划 目送着蓝胖子离去 只有48页 后面就全是无字天书 两人化身救世主 决定能救几人是几人 人的传说 眼前的这栋鬼宅 让除了大熊外的三人 头皮发麻 大熊难得神勇一回 不由自主地讲起冷笑话 那是真的冷 差点被胖虎老全相像 原来大熊 一直没跟三人 在同一频道上 三人都有过撞鬼的经历 小夫在回家的路上 差点被鬼宅 耳朵可能就是 外星人的秘密据点 这给大熊乐的 你们是鬼片看多了吧 遭死其尺大辱 胖虎就要赌上十拳 火酒间的大熊 把数量提到了一百拳 在中飘出一张纸 纸上奇怪的数字 难不成会是外星人的暗号吗 竟相担心大熊会输 可大熊自称 人类高质量男性 不信迷信信科学 回到家 就看到蓝胖子神叨叨的 在操控新道具 拿着机器中突出的照片 就是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竟只是为了确认楼顶没老鼠 原来这都是 无人调查火箭的功劳 简单来说 就是个可以照相的无人机 用这东西拍老鼠 也真是大财小 有上了一百拳的尊严 绝对不准输 不懂就问 血霸果然才是 真的最强大脑 分分钟就破解了暗号 而暗号真正的意思 就是火星三个字 脱脱的鬼斋没跑了 大熊两人走在去鬼斋的路上 没想到铁打的蓝胖子 竟然还怕蚊子咬 鬼斋看着虽甚人 但蓝胖子可不认为 里面会有外星人 大熊还没赢 已经惦记起一百拳的事了 两人向着鬼斋进发 此时的虎夫二人 也是全副武装 胖无个是要抓个火星人 回家当坐骑 只为能揍大熊一百拳 大熊两人来到鬼斋 蓝胖子放出无人机 从二楼窗户潜入 一顿操作 吐出一堆照片 可啥都没拍到 蓝胖子决定再去一楼看看 等着机器吐照片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真的拍到了外星人 吓得两人嗷的一嗓子 撒腿就跑 不到两米的小夫 踩着胖虎潜入到鬼斋 周围漆黑一片 两人决定借点光抓个胆 可就是这一照 外星人哪 害怕胖虎胆大 发现了原来是个模型 接着又发现了飞碟 灯光突然亮起 家主出现 原来家主是拍特效电影的 偶尔还会是非模型 因为太忙 经常不回家 才会让虎夫二人以为是鬼斋 而关于那张暗号的纸 其实是棒球比赛的比分罢了 这下胖虎知道自己输了 此时的蓝胖子想起来 道具还在鬼斋外呢 两人偷偷遣回 可两人都害怕得要死 就是这么巧 虎夫二人戴着面具从旁路过 一个是输掉赌局心里赌 一个是亲眼撞鬼心里怕 只希望第二天不要遇到对方 可就是这么巧 那么小伙伴们相信 宇宙中有外星人吗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在未来世界 自助餐将全部免费 因为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海盗装 只要说出你想要自助的东西 就会让你白嫖吃喝玩乐一条龙 小夫不久前去五星级酒店 吃了一次自助餐 据他回忆 那根本不能用好吃来形容 如果非要用三个字来评价的话 那绝对是非常好吃 听闻此话 穷人三人组顿时缠到眼泪从嘴角流出 小夫大方地表示可以带朋友去消费 但名额只有区区三个 算上自己的话 大雄就是边外人员 听闻此话 大雄顿时开启了哭泣特效 小多拉听说 这是因为一顿口粮引发的排挤 顿时整个喵筋的说都不会话 但为了堵住大雄 那如高压喷水枪的眼泪 他还是拿出了围巾装 只要有了这套奇装衣服 就可以让人尽情地享受自助的快乐 说着便开启红脸特效 求老妈赏点口粮 如果老妈拒绝 小多拉便会寄出道具的效果 但老妈秒便嘱咐出门购置食材 过了区区几分钟 老妈就标准的日本贵双手送上了甜点 原来只要说出想要的东西 并同时开炮 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实现愿望 但二手道具也有缺点 就是只能使用十次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上街白嫖 此时的虎夫二人正在行每月一劫 小夫劝两人最好乖乖上过 如果单单反抗 胖虎只需一个人生 不仅结了货还会要你半条命 就在此时 熊猫二人神冰天将要代表月亮消灭两人 虎夫二人只当大雄 是过期牛奶喝多了精神出了问题 起料下一秒 大雄一招漫画自由 就让虎夫二人五体投地 不仅主动上供了手中的不义之财 还回家搬来了所有库存 直到大雄走后 两人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了精神控制 有了第一次白嫖的快乐 两人便决定将快乐进行到底 只见大雄发动乘车自由 用顺风车来到了市中心 而这里简直就是白嫖的天堂 两人先是实现了雪糕冰淇淋自由 接着又来到玩具店实现了玩具自由 然后又实现了抓娃娃自由 最后两人来到电影院 用电影自由看了陆木动漫大电影 然而两人刚走出电影院 墙角就惊陷两名大汉 盯上了大雄的奇装一服 把城市中能白调的都玩了一遍后 围巾庄也只剩下两次机会了 就在此时 大雄遇到了静香 本着媳妇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的原则 大雄二话不说就给静香套上了围巾庄 而大雄自称静香实级学者 一秒钟便猜出了他的最爱 他让静香对着围巾庄说炮藻自由 下一秒 大炮发射 周围的住户纷纷冲出家门 争着要跟静香双人共语 听闻此话 静香整个人都惊呆了 毕竟这不是免费能看的福利 只见他一把脱去奇装一服直接开溜 下一秒 虎夫二人直接汗跳大白天打劫 带着围巾庄来到空地 决定干一票白嫖的大事业 小夫发现只剩最后一次机会 于是胖虎原地决定来个演唱会自由 小夫顿时觉得生命受到了威胁 为了狗命 他开始疯狂消耗脑细胞 建议胖虎放开眼界 用一招无论什么都无限自由的梦想 一招封顶白嫖亡者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当即许下了愿望 炮弹的烟雾散去红 几名印度阿三手持囊便要请两人吃 下一秒 一辆满载一拉罐的卡车 更是对他俩披头盖脸泄火 原地给他俩立了墓碑 然而这一切还没结束 因为下一秒来了一个剧组 只见导演一声令下 群演就纷纷射出手中的长毛 要把两人变成串串香 要不是他们走为风骚 估计此刻已是妙龄男士了 原来他们所许的愿望 如果拆开说的话 正是南罐子长毛三的单词的组合体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如果感到不快乐 你就套上圈 只要有了圈 胖舞的歌声那都是天籁之音 又到了发行期 蓝胖子控制不住 要到猫中海王 可大雄却隐唐发黑 感觉自己被摔身附体 上课被讯 媳妇没了 朋友反目 最差的人生也没有大雄丰富 这种感觉就好比蓝胖子 丢了铜锣烧 还被小咪甩 竟然敢投身受了大雄的不开心 蓝胖子就只能拿出喜不自禁圈了 看着这道具 大雄都无语了 起了圈一上身 大雄就堆掉了所有的不开心 蓝胖子再一次拯救了大雄这个惹势惊 大雄上一秒还感谢蓝胖子出手相救 下一秒 心情就随着圈的漏气一起泄了气 毕竟二手道具质量不行 蓝胖子只好再拿出一个圈一上身 大雄又是那个没心没肺 开心一整天的雄雄了 就连被老妈训也是笑脸相迎 虎夫二人生怕上学迟到 却看到大雄套个圈 房间有个传闻 大雄都不着急 那代表绝对不会迟到 可惜大意了 三人通通迟到 虎夫二人还是没料到大雄的险恶 毕竟大雄有圈嘛 体育课也跑五千米 小孩子们压力山大 只有大雄满心期待 老师一声令下 小伙伴们就累成了狗 只有大雄累并快乐着 还建议老师再来个五千米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小肤一个臭脚 大雄就摇摇画画泄了气 马拉松再也不香了 躺影难道不舒服吗 通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教室 再次拿出情不自禁圈 圈一上身丢掉不开心 其料隔墙悦耳 虎夫伸出双手 让大雄乖乖上贡 上一秒还在怀疑功效 下一秒就看到了疗效 本着雨露均战的优良美德 给小伙伴们人人都来了一个 小夫就连被捶 也不在乎发型会不会乱 怕我更是放出虎狼之词 让小伙伴们别客气随便打 男乐乐不如男女乐乐 男孩子的快乐女孩子也得拥有 竟想刚进教室就被套了圈 老师走进教室都惊呆了 站住上跳舞那个给我下来 可下一秒 老师也加入了全行列 直接放了学 明明是相同的路口 却感觉心情愉快 明明家中有个女帝 却感觉丝毫不怕 明明放学后有钢琴客 却选择了偷懒 小镇彻底乱了 公园更是被占领 蓝胖子忙着约会 却有种不好的预感 小伙伴们玩得正嗨 可以抬头 天空飘来一片乌云 虽然直接被连上了落汤鸡 但队形不能乱 小伙伴们玩得更嗨了 天空再次放行 蓝胖子终于约会完了 在这小蜜蜂家走 郑小玉老师擦肩而过 蓝胖子赶到公园 整个喵吐惊呆了 蓝胖子一个百米冲刺 抓住罪魁阔手 就像来个兴师问罪 可读月月不如中月月 蓝胖子的二手道具 也得花钱呢 看着大雄免费赠送 蓝胖子的心都在滴血 剪刀一出 就把大雄打回原形 此时的小夫得意忘形 杨杨要去开坦克 这还了得 春夫也不省心 还得蓝胖子当人肉气垫 刚毁掉春夫的圈 起了春夫凡手又拿出个备用的 蓝胖子正面又搞事情 蓝胖子再次误伤 听到这种人要去马路上玩捉迷藏 蓝胖子都惊呆了 起了下一秒何能来袭 胖虎不当初神当卖霸 胖虎的歌声要命 但扛不住粉丝的热情 蓝胖子想趁机毁掉情不自禁圈 可亏让小伙伴们丢了命 竟然打不过 也让人选择加入 胖虎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已经会有真歌迷 起了歌声太凶猛 圈儿也扛不住啊 最终还是全元素 那么有什么道具 能够对付胖虎的歌声吗